嗨!又來到我小丑女的佩山Studio 這次我們又回來一邊設計一邊聊 我們這次說什麼呢? 這次我們說是烏克蘭留學的中國留學生 如果覺得適合的就給個讚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下次就可以再見了 這裡就說了 因為烏克蘭和俄羅斯最近在打仗 但最近就有些事發生 就是烏克蘭當地的中國人 遭到排斥和歧視 其實真的要反思一下 為什麼會經常排華的情況出現 另外更有傳中國人遭到射殺的情況出現 更有中國的留學生為了自保 不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說自己是日本人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是烏克蘭在打仗的期間 每個人都為烏克蘭人祈禱 或者希望他們和平平安的時間 就有一班中國的網友 在臉書上就在嘲笑 就說要一些進口的烏克蘭美女 到中國 接著就更加說 打仗最好是打久 亦有很多人說 那就可以有烏克蘭的媳婦 娶到 真的有這些言論出來 在開玩笑 相關的言論說出來之後 就被這些歐美媒體報導了 令到很多烏克蘭的市民都知道這件事 就掀起了這一波排斥中國人的現象出現了 更加有一些留學生 中國留學生 希望這些鍵盤戰士收下聲 因為這件事 是間接讓他們留在當地 有一個生命危險的 其實這幾天 都有一些片 就是關於一些中國人 在烏克蘭那邊 會說自己發生了什麼事 亦都有其中一個中國留學生 就說 他們不敢搭地鐵 因為搭地鐵就會被人追問 他們是哪裏的人 他更加就說 他自己是日本人 即是連自己中國人都不敢認 他更加說了 希望國內的鍵盤盒 留一點點口德 給他們一些生存的機會 我亦都有看過一些片 即是那些中國人 說他們自己的情況 有一個更加誇張 是有人直接拿槍去掃射他們 即是直接想他們死 所以當地的一些中國人 是非常危險的 但這一切都真的要多得 這些國內的 非常有口德的一些鍵盤戰士 別人打仗 各個為和平的時候 還有人在冷嘲熱風 另一方面 也有一名中國女留學生 懷疑他不是很滿意 沒有被納入首批撤橋行列 他就向大使館求助 亦都在哭著說 要自行撤離 然後再說 要我怎樣相信這個國家 當時這個女留學生 就是哭了 這個電話的錄音 長達了九分鐘 這段錄音流出之後 反而在大陸的微博上 就被人罵 就說 這個女留學生 是為國家添亂的 希望他可以幫助他 就是他打了多次電話 他有很多次的電話 才會被人接聽 也在之前打過去那一次 是被人罵 之後他說 想知道你們可以有什麼政策來幫助我 你只是想我們自己去撤離 但我也不知道天天上微博說 那個國家與我們同在 究竟那些人在哪裡 之後我更加說 你們走的時候也不帶我 我就只困在這裡 包括他們之後走了 我的糧食和水的供應都是一個問題 我除非死在這裡就沒有辦法了 這樣問他們 是否儀管是不會給他們的任何協助和幫助 大約說的內容是這樣 這個電話內容曝光之後 引起微博很多人熱意 也有很多中國網民 非但不會同情他 反而就罵他 就說 這個中國使令館 為了這個安全撤離 這些僑民付出 但是呢 就被這個女流學生 在這裡租賊 不過之後那個女流學生 也有發文的 就說他現在安全了 就是他在酒店裡 回到烏克蘭排中國人的情況 中國網友是有什麼反應呢 他們就不以為意 就覺得西方這些媒體很刻意地去報導 放大一些很偏激的言論 還有呢 他們覺得幕後黑手 是台灣和美國聯手策劃的 這件事 其實就是 那大約呢 這件事就是這樣 大家有什麼見解呢 都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呢 下次再談過啦 記得 like 和subscribe 我這個頻道 還有呢 看了我一段時間的朋友仔 不如按一下小鈴鐺 那你就第一時間接到我的通知了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